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敢问公子明慧 在下 无一 你是梵京人士 我 只是小时候在梵京住过几年而已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只要公主愿意信任我 我便无患了 欣月 我还说 要带她去看看兰昭的风景 可是她能怎么离开呢 她才刚刚找到她的亲人呢 欣月 你别难过了 她一路坎坷 都是被奸人所害 我们一定会替她报仇的 说得对 紫月 多行不义必自毙 袁道成的报应 也该来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霍平已备齐 送往青柳阁了 应该已经到了 不好了 大人 什么事 大理寺公他来人了 要找大人去问话 到底是何事 大理寺竟然到园府来拿人 大理寺有公事 还请大人跟我回去呢 我敢问何事 有人来我们大理寺激补冤 专告大人草菅人命 齐军往上 请问 拜见何大人 敢问袁某何罪之由 本官为了律法威严 有人告状申冤 就必须要受礼 宣言告上来 哥 哥 宁儿这次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了 就算是死 我们也要一起死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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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女霓裳 今日有冤情臣诉 还请大人为民女做主 起来说话 有何冤情可当庭臣数 谢大人 袁道成 你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吗 霓裳姑娘 霓裳姑娘 霓裳 霓裳姑娘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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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找到了 这边 快 姑娘已无大碍 歇息几日便回去 多谢大夫 小路 送大夫出去吧 好 请 小六子 你再喝点水 好 宁儿 你终于醒了 我 我这是在哪儿啊 这里是小侯爷家 你放心 你很安全 袁道成用我做人质 威胁洛王 派人将我骗出瑞源 后又逼我跳下悬崖 霓裳姑娘的这番话 可有证据 姑娘的故事编得不错 但是本官和你并不相熟 你是死是活 与我何干 并不相熟 四年前 你勾结成东不伤苏公明 陷害成东谢家 致使我家破人亡 这么大的事 难道你也忘了不成 谁能证明是我 只是苏公明所为 况且 当年谢家的案子 乃是证据确凿 那是欺君的大罪 你又是何身份 敢在这大理寺胡言乱语 我姓谢 本名谢晓妮 我父母在流放途中皆死于你手 后你怕罪名败露 先后除掉苏公明和你的手下高璇 你又逼我和我的哥哥跳下悬崖 我侥幸逃过一命 我哥哥因救我而死 数条人命 你简直丧尽天良 何大人 本王也要状告宫师局统领 袁道成 多年来他与商骨暗中勾结 贪污受贿 中饱私囊 侵吞国库杀人灭口 只手遮天 庄庄罪行 庆竹难输 袁道成 你如今还有什么话好说 陆王殿下 你我素来补 但是也不至于颠倒黑白 却狗喷人道 本王早在一年前 便开始调查宫市局贪污受贿 勒索商户的罪行 手里有数十商户联名指控 王在你的压诈之下 他们艰难经营 却还是无法满足你的私欲 大人 好啊 这京城行头会 竟成了你一个人的钱袋子 何大人 这宫市局与商户交易 历来都是由高璇掌握的 历来都是由高璇掌握的 签字用章引示他 私下背着我动的那些手脚 我都不知情啊 你可还记得 高璇是怎么死的吗 高璇他欺上瞒下 自知罪孽深重 自拟而 此事我已经上奏请罪了 不知骆罗王又要做什么文章 又要做什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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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字你而忘了 何大人 本王请求传人证 传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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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要死的那日 我在元道城他家 全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姓元的 有迷药 迷倒了我一丈 还说什么要送他上路 哼 小人知道这个人神通广大 我虽然目睹了一切 我也不敢声张啊 我只能东朵朵 西堂堂 直到被洛网找到 我才敢上堂作证呢 大人明鉴呢 我说得句句属实 若有半句假话 天打五雷轰 人正到一旁听候 人到城 事已至此 你还不认罪吗 何大人 据下官所知 这个富三 就是一个市井无赖 平日里做尽了 那些下三烂的事 敢问何大人 这种人说的话 能信吗 谁知道这富三 是不是收了谁的好处 便跳出来胡说八道 栽赃本官 何大人 这一看便知 是在做局呀 本官不能认 我 冒犯了大人 在下苏氏当家人 苏文宇 举证袁道成 谢家的事你不认 高璇的事你也不认 这个 你总该认了吧 苏文宇 我劝你说话之前 把事情想清楚 袁大人 这是你前日 让我操办的订单 您可还认识 承上唐来 这些年 他利用我苏家的买卖 和宫市局的公账 探了多少的银子 进他自己的口袋 又赚了多少黑心银子 欺瞒朝廷 赚取高利 这些抵单 我全部留了下来 我倒要看看 朕和你宫市局的攻诈 对不对的事 苏文宇 竟然一起陷害本官 你以为我苏文宇 真的会被你利用吗 霓儿 我想光明正大的 做回谢小明 你可愿意帮我 你不认识 原大人 文宇这面前去 定将此事办成 苏文宇 你就是个懦夫 不想着好惊家业 只想着四手拽摇 苏家有你 才是真正的家门不幸 那下来 做好惊家业 那我一位 你把你承受了 要你承受了 你承受了 绿承受了 现在我被承受了 我对你承受了 但我对你承受了 你承受了 我你承受了 你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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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本人有家父遗书一封 证明谢家冤案 乃当年袁道成 指使我二叔苏公明 偷换玉刺珍珠粉 以假乱真陷害谢家 大人 小人乃是苏氏管家萧华 我也能证明 当年谢氏一案 确实是袁道成 指使我家二老爷做的呀 他还逼我家二老爷 拆人去截杀了 刘凤中的谢氏全家呀 苏文宇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别忘了 你也不是什么清白之人 不用袁大人提醒 我苏文宇今日 甘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而你袁道成 欺压我苏氏多年 又杀害我二叔 不将你这万恶之徒 绳之以法 纵然够活着 又有什么意思 对 何大人 草兵乃袁道成从犯 罪该万死 来人 先将袁道成收监 待我一五一十 禀奏天家 再做宣判 何大人 我谢家谋冤多年 实乃被人陷害 如今真相大白 还请大人上奏天家 为谢家证明 这是本官之责 霓裳姑娘请放心 不过 此番能顺理结案 还多亏了洛王殿下 多方奔走 寻找证据 不然我大理寺 不知道何时 才能将这歹毒之人 绳之以法 何大人言重了 为朝廷分忧 也是本王的职责 何大人 此番 小人还有一事 尚未交代 还有何事 速速说来 当年霓裳 被诬陷 杀害了匪徒申兰 实则是小人所为 还请大人明察 仅如此事 因为申兰 正是我二叔 当年派去 截杀谢家的凶手 此人借着当年 霓裳之事 没完没了地 啰嗦我苏家 当年霓裳 在小巷里 和那申兰 争治过后便离开 是小人看得 申兰烂醉如泥 就用霓裳 丢在现场的剪刀 杀了申兰 谁知 获及了霓裳姑娘 小人罪该万死 苏公子 对不住 霓裳 我瞒了你这么多年 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荒蛋 今日只求一死 已输罪责 请大人降罪 苏文宇 你虽与袁道成同犯 但念在你悬崖勒马 并出面指正 功大于过 先将苏文宇收监 没收全部家产充宫 以事责罚 择日宣判 不 苏公子的事情 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不过袁道成狡诈诡辩 若不是他拿出了账本 和苏公明的行踪记录 此案要怎么破 还真不好说 不过 当年申兰的事情 紫瑜 我想去单独见他一面 毕竟他曾经真心帮助过我 嗯 苏公子 苏公子 在那个屁股里的哪人 难以被谁 虽然作诊 赵本子 尹重 美同学 这道祕思的 这道道不面了 那艺术運 加州永远 以激大师 本 Luther 是好 就不见 grandpa 我的罪孽 不知何时才能输起 当年的事 是我对不住你 我苏家对你亏欠太多 一死谢罪 也难辞其咎 可是申兰的事 我不后悔 否则我此事都不得安宁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认了罪 那可能会 我苏文宇活了这么些年 不像个人 好不容易洗心革面 总好过 夜夜噩梦不断 难以安眠吧 我会去向何大人求情 毕竟是那申兰恶行在先 又勒索不断 你虽杀了人 但也是逼不得已 可是我纵容二叔嫁祸于你 眼睁睁地看着你身陷牢狱 我罪无可输 今日种种 都是因果轮回 报应不爽 你快走吧 此地不亦久了 想到我 学生 要试 老是 老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宫市局统领袁道成 利用职务之便 勒索商户 草菅人命 依大宁律法 当超莫家产 现收押天狼 秋后问斩 其余从犯 是罪行轻重 一并问罪 肃为宇 为虎作昌 鉴于其主动自首 且有功 判超莫全部家产 并流放北域十年 不得回京 腾东谢氏 当年珍珠粉一案 戏被栽赃陷害 特此证明 以还谢氏清白 归还其 共商名号 赵氏清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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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姐姐 霓儿带你们回家了 他们把你避下了山崖 是无意用身体保护了你 她受了重伤 此时就躺在旁边 姐 霓儿 你醒了 原谅我 一直没有跟你笑人 我 不想给你带来危险 所以 只能远远地 望着你 努力地 去保护你 这世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之间 而是谢风 站在她世上唯一的亲人 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 先向你面前 我却不能相认 我却不能相认 哥 姐 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叫无意了 你在找我 但我又变成了 你成 你现在找到我了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你不会无依无靠了 扭起来吗 我扶你 来 慢点 小时候 谢风 是你的大哥 现在 一边 无意 终于可以 明真言顺地 做你的姐姐 姐 爹说过 一定要将谢氏 发扬光大 现在崇祯谢家的事命 就交给你了 我找你 找得有点累了 待会儿 我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不行 姐 你不能摔 今天还有好多话 没有跟你说呢 我们都这么久没有见 你也不想我 你怎么能睡呢 你都去摔 听到没有 不日子 天下 谢家姐姐 让我天下 谢谢你对我为美的好 姐 我会用一生一世 来守护霓儿的 谢谢 霓儿 风太坏 再也来 我就把它 就 交给你了 好了 没人 谢谢 这 来 你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哥 为什么你头上要扎个鸡腕 因为我是男孩子 以后要保护你的 姐姐 你不能丢下我 你醒醒 醒醒 你别这样 你说过你不会丢下我不会的 你怎么没说话不想话呢 姐姐 霓儿 姐 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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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伯父 谢伯母 谢家姐姐 你们请放心 我先要杀下你 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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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秀一直忧心不已 如今看大人一切安好 我便放心了 只是这风水轮流转 我实在没有想到 大人您 也有今日落魄的样子 原来今日到此 是来落井下石的 可惜呀 就算本官沦落至此 也好过阎老板 声名狼藉 众叛亲离的样子 袁道成 如今你这个阶下囚 被困在这四面体壁阵 还敢如此张狂 你杀死高萱 和苏家儿老爷的手 可曾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 我今日就是被斩了 也轮不到你来对我指指点点 你不过是严家的一个弃子 苏家扫地出门的弃妇 才能不济做事没有半点脑子 你还以为自己是 金枝玉叶的大小姐 其实呢 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连那个不成器的苏文宇 他都能把你耍得团团整 至少我还有退路 洛王和霓裳只不过没腾出功夫来收拾你 你真以为他们能放过你 还是说 你准备一走了之 就此向你的死对到霓裳认输 你不要再提霓裳这个贱人 我不想听到他的名字 这些人 你不不愿意 他都打着 我过来 OK 你也没有那位 帮我去 你没有一个人 和朗王 也打算 你也还得给你 你一把我扫 door 我门下来 你竟然你惹了 你对我 hon下来 我门上了 只要你帮我离开这里 我一定帮你完成心愿 大人恐怕说笑了吧 文秀只是一切伤苦 怎么会有劫狱的本事 你若是没有其他事情 我便先回去了 他日元大人上路 文秀必定送你一程 我说你没有脑子 你真的就没有脑子 我既然敢说此事 自然有计划 如果你按我说的做 你的余生我保你衣食无忧 逍遥自在 而且 霓裳这个女人 再也不会爱你的眼 你疯了吧 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我现在已经是述罪佳室 如若袁某出不去 他日一定让颜老板来陪我 今晚我们要加紧布置 明日抓住实际行动 不然我们要加紧布置 一刻也不能耽误 小剑 这个可是杀头的大罪啊 我当然知道 廷儿 廷儿实在是不敢啊小剑 不敢也得敢 此事是我没得选 颜老板 渡口的船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我就说这闪话大会值得一看 这一季的花会蒸汽豆艳 娇艳无数 不过要我说 这些花再美 也不及你半分 就你会说话 怎么就劝死了呢 谁知道啊 昨日 我不小心打翻了你家的饲料 你就说要堵死我家的鸡鸭 我这几日差都堵死了 你干什么呀你 找我打呀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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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快走 还弄着干吗 快出去啊 多谢这位公子相助 不必多礼 谢谢公子 我好想让你去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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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夕月 王爷 王爷不好了 兰昭公主被人掳走了 怎么会这样 掳走公主的人他们蓄谋已久 故意在街上弄出乱动 趁机劫走了公主 刚刚有人送来书信 和公主的身份预牌 今日卫时三刻 将袁道成带到南郊渡口 交换公主 承你一人带袁道成前来 不得惊动朝廷 这是颜文秀的字 没想到他竟做出这样的事 此事计划周密 怕使袁道成一早就想好的退路 小璐 立刻背马 诺 快 你要去哪儿 现在刚过午时 我先前密奏添加 再去稳住子萱 她性格冲动 她是已经要有所动作了 那我在王府等你回来 希望公主能平安无事 好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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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道成 你这活字 我 子萱 小侯爷 不必如此动怒 只要在下能顺利脱身 兰昭公主定能安然无恙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小侯爷大肯定能安然无恙 可疑是 你 子萱 不必跟他斗手 想必王爷已经将此事上奏了吧 天家有令 一切以公主安危为限 所以特命本王前来 将你带出天牢 霓裳姑娘 你别太担心了 一定会没事的 王爷 王爷回来了 子萱 怎么样 我已奏请天家 天家有旨 一切以公主的安危为限 但罪臣袁道成也不可放过 此事由我全权负责 子萱从旁协助 都怪我 要不是我一时疏忽 心悦也不会被他们掳走了 现在离卫使越来越近了 我们还要去押送袁道成 我已经调动了府兵 绝不会让袁道成得手的 可是这样会不会惊动了颜文秀 无妨 到时候小鹿带着府兵 到渡口伊犁地的对岸守着 足以卸下颜文秀的戒心了 那我跟你们一块去 这 我一定要去 我是最了解颜文秀的人了 带上我吧 那我们即刻出发 带上我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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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文秀 公主 您怎么样了 霓裳 您怎么样来了 袁道成我已经带到了 还请交回公主殿下 兑现你的承诺 好 洛王也是守信之 那我们开始交换吧 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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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道长 你竟然如此地下作 你让我活着离开吗 你让我活着 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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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